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忘记 蓝二公子 也好大的架子啊 电话那头的人明显愣了一下 卫 卫英 卫无羡也愣了一下 不过他很快就回过神来 没错 是我 卫英 卫无羡 嗯 蓝忘记的声音再次传来 可是这次只有短短的一个字 就戛然停住了 卫无羡满腔的怒火 随着他那个N字 迅速攀登到了顶点 终于再也不想跟他绕圈子了 蓝忘记 你是不是自恋嫌人格啊 看每个人都对你有想法是吗 我告诉你 你长得再帅再有钱 我卫无羡都不会放在眼里 就你这出而反而 小肚鸡肠 一脸面瘫 还有被害妄想症的男人 我喜欢谁也不会喜欢你 勾打谁也不会勾打你 卫无羡一口气 把长长的一句话说完 不带蓝忘记有任何回应 拿起手机果断的按下了结束通话 聂怀桑震惊的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了 他虽然看到蓝忘记痴别 心里有种莫名暗爽 但是骂人的是魏无羡又另当别论了 魏兄啊 你 你死定了 聂怀桑一脸同情的看着魏无羡 蓝家可是最爱牺牲名的人 魏无羡这样骂蓝忘记 要是蓝二公子发起威来 他就是想保魏无羡也保不住啊 怕什么 他蓝忘记又不是有三头六臂 难道还会把我给吃了 魏无羡满不在乎 先把心中那口恶气出了再说 聂怀桑也知道他的脾气 这个时候再劝也没有什么意义 索性打住了话题 好吧 那你自己小心一点 聂怀桑将魏无羡送到酒店楼下 两人就此告别 蓝忘记看着手上被挂断的电话 一张脸是轻了又白 白了又轻 老张吓得连手中的方向盘都差点抓不稳了 他从来没有见过蓝忘记被人弃成这模样的 魏无羡刚才是骂了他吗 蓝忘记还没有反应过来 手机就被挂断了 等到他反应过来后 才明白魏无羡说了些什么 自恋 小肚鸡肠 出而反而 一脸面瘫 很好 怕蓝忘记长到二十多岁 还从来没有被人这样说过 魏无羡是第一个 想不到那总是带着笑的男人 除了笑容里的脚狭 还有如此泼烂的一面 简直 简直 就像一只咬人的小兔子 蓝忘记胸口起伏着 突然嘴角不受控制地往上动了动 老张从后视镜里看到这一幕 紧张得快要窒息了 看来 二公子真的被气疯了 不然 怎么还笑得出来 车厢狭窄 再加上魏无羡几乎是扯着嗓子的 老张很轻易就听到电话的内容 在那一瞬间 他真的担心蓝忘记会直接跳车 去找那个骂他的人算账 毕竟放眼整个地城 有他们二公子这么洁身自豪的男子 可找不出第二个 连老张都忍不住要为他叫去了 二公子 老张担心地唤了蓝忘记一声 将车速放慢了 如果二公子有吩咐 他将万死不辞 哪知 蓝忘记只是微微压了压唇角 随手将手机放回了口袋 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般 回家吧 蓝忘记说 语气中没有丝毫怒意 让老张都怀疑 刚才是不是自己的幻听 好 好的 老张不好再多说什么 只觉得今天的蓝忘记 还挺特别的 魏无羡可不管蓝忘记会有什么反应 反正他自己爽了 他将身体重重抛进柔软的床上 兴奋地滚来滚去 这两天的压抑都随着骂完蓝忘记烟消云散 魏无羡觉得自己的心里有点小阴暗 但谁叫蓝忘记倒霉呢 算了 反正以后不会再见了 魏无羡脑海中再一次掠过蓝忘记的脸 然后起身洗漱 回到地市 魏无羡休了一个年假 去了趟丽江 有人说 丽江适合疗伤 发呆和艳遇 可是魏无羡一样也没有做 他忙着走走看看 用相机记录下那些美好的瞬间 十天的时间太短 短到还来不及去做别的 就这样过去了 魏无羡再次上班的时候 就将自己在丽江买的纪念品分给同事 玩得开心吗 机长一欧接过礼物 并没有立即离开 眼睛落在魏无羡的面上 像是在细细打量着他 还行 魏无羡给了一个很保守的回答 实际上并不只是还行 他甚至在想等以后闲了就来丽江常驻 养一条狗 在满满院的花 远离俗世 浪漫的终老 可是这些话 他不想对伊欧说 伊欧对他的心意 他不是不知道 只是两人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魏无羡实在没有吃窝边草的打算 在丽江这几天 伊欧给他打过几次电话 也会在微信里提醒他注意安全 早晚天一之类的 这样的明示暗示 都被魏无羡当作了无事 平心而论 伊欧真的是一个不错的男子 不仅一条人才 性格也和蔼可亲 一直以来对魏无羡都是关照有加 魏无羡不知道自己那么快就能身为头等仓城务员 有没有伊欧的帮忙 但是除了心下感激 他给不了任何回应 好在伊欧也并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 除了时不时落在魏无羡身上的目光 他从未给过魏无羡任何压力 甚至连表白也没有过 可是 这样也给不了魏无羡拒绝他的机会 时间一长 就有人心照不鲜的 将他们二人联系到了一起 就像现在 就连江彦离都自觉的站到了 离魏无羡至少十米开外的地方 唯恐自己的瓦数太高 伊欧的目光就更加直白了 他以前从来不相信那些一日不见如隔三丘的鬼话 可是 在魏无羡休假的这十天 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古人成不起我 阿县 伊欧看着眼前郁家青瘦俊朗的人 竟然生出一丝紧张来 今晚 我请客为你洗尘好不好 伊欧说完 就更加紧张地盯着魏无羡 手心都浸出汗来 魏无羡也略微诧异 虽然他明白伊欧的心思 可是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 也他却从未有过 魏无羡不禁愁愁起来 虽然他对伊欧没有那个意思 但是也不好这样公开拨了他的面子 今晚 下班会比较晚了 魏无羡台湾看了一下手表 今天他要飞一趟地城 下午六点回A室 并没有很晚 伊欧的脸上闪过一抹落寞 不过随即他又笑了一下 像是给自己打气一般 没关系 我可以等你 魏无羡愁然 伊欧真的有点不太对劲啊 看来 有些事情不能再拖了 魏无羡想了想 还是决定拒绝 可是他的话还没有出口 伊欧又加了一句 叫上燕尼他们一起吧 我们也很久没有一起聚了 魏无羡拒绝的话 就再也说不出口了 既然是叫师姐他们一起 他也没有立场替他们全聚了呀 偏偏将燕尼像是长了顺风儿一般 在不远处已经率先答应了下来 好呀 我们去吃海底捞吧 伊欧满口答应 魏无羡则无可奈何 这时候再推辞 会不会显得他自作多情 跟那个蓝忘机一样 魏无羡不知道自己 怎么会突然想到了蓝忘机 有些不自在地摸了摸鼻子 一抬头就看到温情从拖着箱子匆匆赶来 未经许可,不仅《致达》 唯一声 未经许可,不仅在的避免 未经许可,不仅在的参考